今天是2021年9月11日 距离周深929生日 还有中秋晚会越来越近了 尤其是今年的中秋晚会 成为了很多电视台的重重之重 正因为很重要 所以各大电视台在邀请嘉宾上下足了功夫 小编竟然从今年的中秋晚会中 感受到了一些年味 继周深加盟曹拜72小时的消息被官宣之后 如今周深加盟河南卫视中秋晚会的消息 也同样被官宣了 消息一出热词 周深加盟中秋奇妙游迅速窜红 不仅如此 这是河南卫视中秋奇妙夜 还为周深连声打造了全新单曲 要知道小编可是刚在上一个视频中 提到了周深的9月新曲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了 但愿路上还有弯道超车的家伙 值得一提的是 河南卫视中秋奇妙夜虽然主打中秋 但并不是在中秋夜播出 而是在9月19日星期日播出 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不得不说 河南卫视近期举办的晚会 绝对成的上是开挂 先是河南卫视春晚的舞蹈表演 唐公夜宴经验众人 唐公夜宴用了短短三天时间 在抖音上的播放量高达4亿多次 五天之后 河南春晚相关话题的阅读 视频观看量超过了27亿次 之后 河南卫视在端午假期 制作的水下舞蹈 落神水赋 简直不要太火爆 跟端午奇妙夜 相关话题的阅读量 更是达到了35亿 而就在近日 河南卫视音乐节 神马奇妙夜 又发布了舞蹈节目 梦幻天马 再次刷爆网络 河南卫视可谓是异军突袭 而且河南卫视能够频繁出圈 都是因为他们友好的节目 而不是单纯的进行花边炒作 或者炒流量艺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资金的问题 河南卫视早早的就抛弃了 单靠流量明星来撑产面的路线 而是实大师的在作品创新上下功夫 此次周深的加盟 小编的第一感觉就是强强联合 双方完全是靠实力对话 毕竟河南卫视 离流量和高收视率还是有点距离 不过周深与算是一个 为数不多的 实力和流量并存的歌手 此次合作不仅有舞台 还有新歌 绝对是很用心了 超级期待 《劳魔生》从向江湖 为大家提供了太多有可能的夜晚 你期待吗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彩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